字幕提供 33-34的獠牙團營地的戰士的原野 這邊可以掛祭司的強化免疫力技能書 這一本的價格最近上漲很多 37-43的蜘蛛群落 這邊三個點都可以掛 可以掛祭司、盜賊、女巫的高級技能教本 提升被動技能等級用 那價格也都還可以 38-44的南部荒原的山陽棲息地 這邊掛戰士的戰士盔甲技能書 價格也還不錯 41-45的伊燈的庭園 兩個點都可以掛 曼德拉草掛女巫技能書 虛無佔領地掛盜賊技能書 42的山怪山領的土城陡坡 這邊掛祭司的魔力巨增技能書 或是泥泞三岔路也可以掛魔力戰斧 接下來一系列的巨人開頭的藍裝也都很好賺 因為有大量的藍色收藏 需要巨人系列的裝備 42-46等的古生命體戰場 長毛象峽谷掛巨人板金之鞋 震怒之谷原野掛巨人板金頭盔 44-47等的巨龍安息地 瘋之地掛巨人板金手套 荊棘巨石山谷掛巨人板金盔甲 45-46等的寒霜峽谷入口 雪怪七夕地掛巨人鋼鐵斧頭盾牌 狼高原掛巨人鋼鐵戰棍盾牌黑屋技能書 46等的哈比巨穴呢 怒吼之山掛巨人鋼鐵短劍 弓箭手技能書 風雪巨穴掛巨人鋼鐵魔杖大法師技能書 46-47等的獠牙團根據地 獠牙高地掛巨人鋼鐵巨箭捍衛者技能書 正式營地掛巨人鋼鐵弓箭聖者技能書 長槍手修氣地掛巨人鋼鐵魔法棒 狂戰士技能書 48等的虛無山谷 山谷入口掛巨人鋼鐵魔法球 刺客技能書 狂氣高原掛獠牙團項鍊 聖騎士技能書 以我們伺服器的物價來看 單價比較高的巨人系列裝備是 巨人鋼鐵魔掌 巨人鋼鐵弓箭 巨人鋼鐵巨箭 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是去掛這三個去賣 然後再去買價格比較低的 其他巨人系列裝備 這樣會比你直接掛其他巨人還要划算 簡單來說 第二張地圖就是掛綠色技能書 或是巨人系列的藍裝 第二張地圖要能死掛的門檻也不高 不過正因為如此 掛的人也相對比較多一點 在掛的時候可能要找人少的點 或是跑到沒人的位置來掛 這樣掛起來的效率也比較高 以上就是這次要分享的內容 如果以上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內容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任何建議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